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我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個Gopro 11跟12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真的是研究還蠻久的 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一台是11這一台是12 看起來外包裝看起來非常相似 其實應該是一模一樣的吧 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一台是11這一台是12 看起來外包裝一模一樣 那這兩台的規格 我看了很久 真的是幾乎99%一樣 那我看到了有一個 就是非買12不可的 一個很爛的一個理由 就是它的拍攝在8比7比例的時候 你拍可以拍4K30格 12代可以拍4K30格 那這一個11代只能拍4K60格 所以我想要拍4K30格就好 因為很少會用到60格的東西 因為你影像60格 那你的快門速度又要更高 然後東西又更暗 然後影像品質又看起來更糟糕 所以我就選擇了還是選擇了12啦 11我們就再說囉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另外一台Gopro 那這一台是Gopro 11 這一台是Gopro 12 那我真的看了很久這個規格 那真的99%都一樣 那一樣的感光元件整個都一樣 那除了1%的一個小小差別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一點重要就是 拍攝8比7這個格式 就是整個感光元件的比例 這個時候呢 12可以拍4比... What the heck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呢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一台是11 這台是12 外包裝看起來一模一樣 你根本看不出來 那11跟12我規格看了很久 99%看起來都一樣 沒有什麼大差別 那1%的那個小小差別 就是非買12不可的一個很爛的理由 就是在8比7比例的時候 你拍攝4K的尺寸 這一台12呢它可以拍30格或者是60格 那舊的11只能拍60格 那聽起來好像降級了 你只能拍... What the heck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呢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呢又買了一台...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呢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兩台Gopro有什麼差別呢 一台是11代 一台是12代 那我比較了很久它的規格 看起來就99%都一樣 但是有一個1% 我覺得根本沒有人講到一個小小 然後也...完全... 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我買了一台Gopro 然後我又買了一台Gopro 那這兩台Gopro有什麼差別呢 一台是11代 一台是12代 外包裝看起來一模一樣 連規格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那... 99%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那... 1%我有看到一個... 就是... 我還蠻關心的一個東西 就是... 8比7全尺寸感光遠鏡拍攝的時候 在4K的時候 12代呢 你可以拍30格 或者是60格 那這個11代的話呢 4K拍攝的時候 只能拍攝60格 所以... 在12代你多了30格這個選項 讓你有更多的... 位元 就是你有更多的資訊流量 來儲存你的資料 那影像品質就會提升啦 就...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那... 我就還是... 買了Gopro 那這個11代呢 我們就在看要怎麼處理 先噴一下 先噴一下 來... 這1分... 他要怎麼處理 2分... 這1分... 3分... 3分... 4分... 可以...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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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 4分... 4分... 5分... 5分... 那在開箱新的GoPro之前 我幹嘛桌上已經有一台GoPro 我幹嘛要再買一台GoPro 因為我這一台GoPro一個莫名其妙的它就壞掉了 它現在一個呈現神奇的狀態 就是我插了電池目前是開 那在開箱之前為什麼我要再買一台GoPro 我現在明明就已經有一台GoPro了 那這台是GoPro9 我也用了一年多 那為什麼 那在開箱之前為什麼我要再買多一台GoPro 我現在明明手上就已經有一台GoPro了 那這一台GoPro已經有點故障了 它就是插了電池沒有辦法開機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開機的狀態 那電池 那在開箱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買了一台新的GoPro 因為我舊的GoPro有點半故障的狀態 就是我插了電池在裡面 電池有電但是開不了機 那我們插了USB充電的話 它就開得了機 所以像是我在飛FPV、空拍機、穿越機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用它 但是我正常使用拍攝 要裝電池的時候就沒有辦法用它 我也可以把它當作網路攝影機來用 反正就是有插電就可以用 沒有插電 只要一插進電池 就整個故障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應該是那個 電池那邊轉換的東西 不知道是燒了還是什麼 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反正就 放旁邊 我們就來開箱我們的12吧